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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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機關槍哥哥 我的partner呢 怎麼有一個動物在睡覺啊 是奶雞哥哥耶 奶雞哥哥 起床啦 起床啦 什麼事 是機關槍哥哥 你幹嘛吵醒我 你為什麼 在我們說故事的時候睡覺啊 沒有 我才不是在睡覺了 我是在進入角色 蛤 你不知道 待會我們要說的故事 裡面有一個角色需要睡覺啊 我有問題 請說 那請問一下 今天指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要說什麼故事啊 沒有鳥的鳥稱 我有問題 請說 聽起來好像沒有需要睡覺的角色 嘿嘿 你聽了就知道 聽故事囉 GO 一個晴朗的舞后 在一條蜿蜿蜒的小溪 正正的微風 徐徐吹來 舒服的讓人昏昏欲睡 你聽 那個流水聲 很像就在我媽媽的肚子裡面 很安心很安全很想睡覺 等一下 你不要再睡了啦 唉唷 我們又不是在說床邊故事 萬一小朋友睡著怎麼辦 你趕快起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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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睡飽了 睡一下就飽了 這個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你不要這麼緊張嘛 好啦好啦好啦 那繼續說故事吧 在這個小溪旁 睡覺 唉唷 又睡了 算了算了 讓他睡吧 在這個小溪旁 有一個可愛的小男生 他在折著堅固又帥氣的紙船 他把這紙船 放到溪水上面 慢慢的讓他流下去 所以呢 他就開始了和這個紙船的追逐比賽 他一邊大喊的說 小船 小船 不要跑 我要追上你 看我的炸彈攻擊 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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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醒了耶 滑倒 這個小男孩跑著跑著 他就跳了起來 呀哈 滑倒 他跑著跑著他就跌倒了 滑倒 哎唷威啊 他又跑著跑著 跑著跑著他就後空翻 等一下 我有問題 你有看過這麼大的動物後空翻嗎 是沒有啦 你這樣子我怎麼翻啊 你看看我只會這樣翻 你看我這樣 你看 你看這樣怎麼翻啊 跑著跑著 跑著就 跑出了那片大竹林 這裡是哪裡啊 你看看 有好多野草莓 我最原子野草莓了 神奇的事情就這樣發生囉 旁邊的草莓突然越變越大 那片野草莓竟然變成一個大迷宮耶 怎麼會這樣 救命啊 誰來救救我 小男孩非常的著急 大聲的哭喊 可是都沒有人回應 這個時候突然有個大黑影 從小男孩的頭頂飛了過去 他不顧一切的對著他大喊 救命啊趕快來救我 誰來救救我 原來是一隻八色鳥 聽到他的呼救之後 就停一下他的翅膀飛了下來 小鳥 帶我離開這裡 什麼小鳥 我是八色鳥 你有求於我耶 口氣可以好一點嗎 拜託 拜託 拜託帶我離開這裡 拜託 拜託你 怎麼又撒嬌這一招 拜託 拜託 這樣有點噁心耶 算了 你要去哪裡啊 嗯 我也不知道耶 我突然就釣到這個草莓的迷宮裡面了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我要 拜託 怎麼又來了 拜託 拜託 我正要回到我們的鳥村 不然你就跳到我的背上跟我回去 我們到那邊再想辦法吧 就這樣 小男孩跟著八歲鳥一起飛到了鳥村 嘿 剛好這藍雀尊長啊 正在集合大家 要介紹這個剛搬到鳥村的海狸一家人 給大家認識認識 鳥村的鳥朋友 也熱情的向海狸們問候 哈囉 歡迎歡迎 歡迎來到鳥村 可是啊 海狸們好像完全沒有聽到一樣 自顧自的正在討論著 全體Dream 我們的房子需要五根大樹幹 是 和二十根小樹幹 是 我們全體大家一起幹 1 2 走 海狸啊 他們全家人 竟然通通都跑去啃樹 蓋房子耶 正在家唱琴歌 的灰猴山蕉夫妻 也被突然倒下的樹 嚇了一大跳 正在樹梢玩耍的 黑枕藍翁三兄弟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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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也被迫離開了 正在享受過時的 綠秀眼四姐妹 差點被噎到啦 就連藍雀村長的家 也遭殃了 沒多久 鳥村的樹 都被海狸啃光了耶 樹啊 都不見了 鳥村的鳥兒都非常的生氣 可是海狸啊 卻入無其事地繼續游到河裡面 蓋房子 海狸們用大樹幹 把溪流給擋住 這溪水要慢慢地 慢慢地上升 鳥兒看到大聲的呼叫 請牠們趕快住手 等一下 海狸完全不把這個當作一回事 水啊就越急越多 就像一個小型水壩一樣 小男孩這個時候就發現了 那不是我舟的紙船嗎 水位怎麼越來越高啦 八色鳥的家快要被淹沒了耶 小小的八色鳥 快要被水給沖走了耶 怎麼辦 小男孩急急忙忙跳上紙船 有機無險地把小小八色鳥救了上來 大家才在這個時候鬆了一口氣 可是當大家想起了他們失去的家園 臉上又浮現了難過的表情 呆呆地站在那裡 繼續看著海狸們蓋著他們的房子 樹上的家倒了 地上的家被水淹沒了 這裡已經無法再繼續住下去了 鳥兒們傷心地決定 帶著歌聲就搬離他們最心愛的鳥村 也為了感謝小男孩救了八色鳥 就把正村之寶黃金果送給了小男孩 小男孩吃了黃金果之後 就變回了原來的大小 也找到回家的路 原來的鳥村不再是鳥村 而變成了海狸村 可憐的鳥兒們 只好到別的地方去尋找其他的家園 小男孩回到家以後 迫不及待地跟家人說今天發生的事情 但是他們都說小男孩是在做白日夢 但是小男孩對於鳥村的事情堅信不已 從來沒有懷疑過 我有問題 請說 不是問你 我是問小朋友 請問小朋友 你們覺得這個小男孩是在做夢嗎 歡迎大家把你們的想法告訴我在底下留言喔 機關槍哥哥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鳥村沒有鳥 根本就是廣告不實嘛 就像我買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老婆餅裡面沒有老婆 黃金奇果裡面沒有黃金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誤會了啦 這個故事是要告訴大家 在大自然有很多外地來的動植物喔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以後沒有任何的天敵 所以破壞了原本有的生態 讓原本住在這裡的生物無法生存 甚至會消失喔 所以我們大家養寵物不可以隨意棄養 不然傷害的不只是你的寵物 也有可能是台灣的生態 是嗎 沒想到你一點就懂耶 不過你要趕快跑了 因為你是中美墨你是外來種 有人要來抓你了 真的假的 這一定是我在做夢 我要睡覺了 怎麼又在睡覺了 我覺得他才是真的廣告不實 這個故事裡面哪有角色需要睡覺啊 不過他也算是有頭有尾 從頭睡到尾 算了 那我們指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們下次見 拜拜